腰椎疼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你被动救球之后 我们回动必须得靠一个什么 你人的本能都是 我把你人推到地上 你要是想爬起来 你知道你要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就人还没有手还没有撑地 你想稳住正心 第一件事干什么 拿腰往后挺 这是你本能走回 腰往后挺 也就是我们救完球之后 如果你的重心根本就不好 你的重心是往前扎的状态 你回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 往回去拉腰的 动作特别大 脑袋垂得低 因为你就去 因为你是这样 好 那你这腰椎有可能疼 这是情况一 情况二 后场落地不好 什么叫落地不好 你不懂得怎么去吸力 比如说你后场接完球之后 一个是不伸腿 一个是不是前脚让线落地 什么叫不是前脚让线落地呢 就这样 你看直接 这种感觉 第一 这样的话就会蹲你的腰椎 然后蹲你的腿 左腿的膝盖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你的脚不伸 我跟你说了 你脚伸出去 你人就不会像这种 不会像这种 蹲蹲的这种感觉了 你只要会把腿伸出去 如果它能支住你的身体 你看到没有 按你的腰就省力 你就不用靠腰往回转 这是你腰椎疼 这几个可能 但总的来说就是动作不规范 我会让你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看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看你帮你帮你帮我